去到釜山怎可以不吃雨傘呢 所以今日的下集就在渣家旗市場吃雨傘 其實說真的那裡的檔檔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隨便找了一檔就坐下了 嗨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在這個釜山家傑的一個魚煎市場 就點了食物 嗨 他們兩個都是香港的朋友 然後我們點了魚傘 這個好像不均勻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魚 但普通魚傘也是點這隻魚就可以了 現在是不是鮮味 好了 再試一下 我想要買一些芥末試一下 嘗嘗 好鹹啊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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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爽的 一點都不正 好正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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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 嘗這個 我們有兩種 嘗嘗 嘗嘗 快點 嘗嘗 嘗嘗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這個好像沒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沒那麼大 我試一下 嘗嘗 我試一下 吃不加 好吃 嘗嘗 嘗嘗 你也想自由 哈哈 喝自由 哈哈 哈哈 我覺得兩個都很爽口 但我覺得白色的再鮮一點 我就不說 我覺得這個鮮一點 我覺得好吃 很辣 然後我現在嘗嘗把魚生放在菜飯 然後這樣吃 好像壽司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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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幫我們拍 你拍 她說幫我們拍 我說不用了 其實有很多好吃的 你可以只吃魚生 或者放在紫菜飯店 或者像這個朋友那樣 菜 菜 這樣包著吃 好像三夕大 這樣吃 很棒 然後再放些洋蔥 嘗嘗 整個包 有意大切好不好 看大家的方法是不方便 所以去吃人 類型的口袋 她現在實驗我的方法 是不是還好方便 他會 rev钱 海鮮湯 因為海鮮湯是紅色的 很辣的 但其實我覺得是 灑海鮮的水變了湯 有青頭 有蟹 有蝦 蟹是我 我還有很多種 庫山頭幾天我都去了看甘村的夜景 那天吃完魚生之後 就順便看甘村的日景 大家喜歡這個餃子 這個是蕎麥餃子 蕎麥餃子 蕎麥餃子 所以皮是灰灰的 普通餃子的鹹 但皮比普通餃子 鮮硬一點 好吃嗎 好吃好不好 嗨 轉眼間已經來到 一個叫做Ibnem公園 這裡有很多很漂亮的燈飾 你看到我旁邊都已經有 哇好漂亮喔 謝謝 我們現在想找一條拱橋的東西 找到了 是不是這條 這條 對 好漂亮喔 這裡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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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我們是被這條橋吸引過來的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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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副山最後的一頓 都是吃了烤豬肉的 你會看到這間房間很多火花 是因為工作人員在燒豬肉 好 他們會在那間房間燒好了 才再拿來鐵板上幫你再剪 再烤一會兒 我現在看到這條橋 是很香的 很軟 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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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不幫我們燒 很香的 所以我還點了 我覺得吃烤肉一定要配辣 辣味 還點了一份五花肉 這個五花肉也很好吃 好像 苦生的豬肉是特別好吃 很香的 這個 等一下 嗯 超爽口 這個醬汁 是飽的 五日四夜的苦生之旅就來到這裡了 苦生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充滿眼淚 也充滿和朋友 很多開心回憶的一個地方 也在那裡度過了一個 很難忘的中秋節 苦生之旅的vlog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首意見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還沒follow我的instagram 就快點去啦 超星期 indic 我們下條片首景 我們下條片首輯 還遠好了 館 我們下條片首次 找到了